這個不是削啦 削是直吹的 這是笛子 笛子它是橫吹的 而且在製作上面呢 孔的挖法也有些不一樣 還有我們在吹奏的時候 嘴巴的用氣啊 還有角度啊 大小啊 都有不一樣 出來的音色當然也不同哦 其實笛子對小孩子來講 是很容易沒有錯 但是其實笛子它裡面還有很多 一般人比較難去發現的一些 比較深沉比較含蓄的一些情感 都可以表現的 像比如說 心情不好的時候或是什麼啊 你就可以藉由吹笛子來抒發 那我今天我要吹奏的曲子呢 它就是一首台語的老歌 然後因為我是台灣人嘛 所以我在吹奏這個台灣曲子的時候 我特別有感覺 而且它這個名字它叫做秋風夜雨 就在形容秋天的時候那種 萧瑟的感覺 還有下雨的時候的那種 淒涼的氣氛 萧瑟的氣氛 那是水流的氣氛 那就是雨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